207 奧巴馬5月共總書記譚南海 2015年7月9日Nuse A22在越戰結束四十週年及美語關係正常化二十週年之際 美國總統奧巴馬週二在白江,接見越共總書記院副仲 圖 院為歷來守為訪美的越南領導人,兩人回誤時提到南海問題 雖無點名批評中國,但同聲同氣只關注南海近日有活動不符國際法 並連形勢更為複雜,雙方有只坦率地討論了人權、宗教自由 以及對跨太平洋戰略夥伴關係協定的分歧 美媒分析指,奧巴馬高調節見遠,旨在推動經濟合作 致力促成此 並徒利用中越南海爭端,拉攏越南制衡中國 不是agt輝,很快的膠,爬得一切成功 但原本在建築等待被替手中 都跟實 carrying同意各個 後,歷史重 and如今我剛好